文人形自走炮 文人形自走炮在不少人的印象中,美军是一个高效而精密的作战机器,由于探子过大还经常哭穷,还没钱花。 但谁能想到,在各种光环下面,竟然还有腐败到让人触目惊心的一面,2017年12月,五角大楼开始了其历史上的首次全面审计,而到前不久,五角大楼宣布,这场审计持续不下去了,据中新网11月16日,援演乔报网等多家美国媒体网站的报道称,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特里克沙纳海。 帕特克沙纳海表示,五角大楼未能通过历史一年的首次全面审计,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沙纳海表示,五角大楼收到的审计报告十分丑陋,很多审计员在审计时反应,当他们在查到那些账目上的物品时,却发现那些东西早就不翼而飞,也没有人知道在哪儿。 据悉,此次针对国防部的审计,由大约1200名审计员进行,对包括5G系统、军事人员和财产在内外广泛支出进行了财务核算,耗资高达3.67亿美元,是美国国防部史上第一次全面审计。 早在1990年,美国便通过法案,要求所有联邦政府机构进行审计,但五角大楼一直到2017年12月才开始数次全面审计。 沙纳喊着,一开始五角大楼也没有打算通过审计,因为这次对涉及2.7万亿美元的机构进行审计,需要进行的项目很多。 他还表示,这次审计的目的不是为了发现问题,而是为了制定解决问题的措施。 在此前五角大楼一直以涉及国家安全为由,拒绝全面审计,但最终促成这次审计的是,近年来美日陆海空和陆战队等各军种层出不穷的状况, 以及2016年美国陆军的一份更加丑陋的审计报告,让所有人都坐不住了。 2016年6月,美国国防部冬察长审计办公室发布了一份名为对管理陆军暂计账户改进一件的报告。 趁2015年,美国陆军对高达6.5万亿美元的账目进行了不正道的调整。 路透社对此报道称,美国局中腐败问题,已经引发民众的严重不满,但军队却对此无动于衷。 路透社的报道,美军做假账只是五角大楼,数十年来多个重大审计问题的冰山一角而已。 而早在2001年9月,时任美国国防部长拉姆兹菲尔德就曾承认,当年有2.3万亿美元从国防部预算中失踪。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军曝光了多起涉及贪腐问题的案件。 前不久韩国三家公司多年来联手哄谈美军有品价格被发,而美军多年来均未发现其中的财务问题。 此前美国哄军因为购买单价1280美元的咖啡杯而被广泛批评,尤其是此前还买过单价1万美元的马桶盖。 事实上,国防部对下面针对的各种苦作非为是心知肚明的,就连这次公开坦承非常丑陋的五角大楼全面审计,负责的主官都表示不是为了找出问题,而是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说白了就是,以前的问题,罚酒三杯,以后的问题,手脚都麻烈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